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新歌上线 音乐榜自己超越自己 未来会有怎样发展 周深新歌电影《燃夜少年的天空》主题曲《跳舞的月光》在2021年7月9日发行 歌曲刚刚上线就已经上了更多播放器榜单 有一个总平台榜单统计周深的歌曲 前五名歌曲中有三首都市周深的歌曲 周深的新歌刚一上线就超越了他之前的一些歌曲 榜单变成了周深超周深 周深打周深 周深自己突破自己 周深这首歌曲编曲是非常读到的 用电子乐趣搭建的曲风 钢琴与和弦作为基地 有流行音乐风还有华丽精致的挂点音乐风 周深通过他的气息控制能力 让这首歌的在开头部分就能控制住很多人的耳朵 周深通过气息的控制 让尾音油快盗慢 淡淡散去 后面由弓弦乐器开始铺底 回音老师用音量的渐变 营造出了unbind的氛围效果 到了最后的部分 周深的吟唱突然休止了一拍 这一拍的安静 让之前的音符和情绪都成了定格 然后进入了歌曲的高潮部分 这就是这首歌曲编曲的特色 有了编曲老师的知道编奏 周深本身明亮的嗓音 有了更多的轻盈透明的质感 在高音部分也有了更多气息强度的展现 歌曲最高音在b4左右 属于周深的音域的自然声音部分 在高音区周深的声音密度会很高 为了让这首歌曲听起来轻盈有质感 周深刻意克制了自己的气息 编曲老师也弱化了周深高音区的攻击力度 周深的声音在编曲老师的精准拿捏修饰下 让这首歌曲上见就成为了巅峰之作 这是一首低大调歌曲 整首歌曲是电音摇滚风 可能有人想象不到周深的歌曲会有这样的风格 之前大都是仙霞婉转神话等风格 这一次周深的电音摇滚和其他歌手的电音摇滚又不完全相同 这首歌曲周深的人声占比是非常重的 所以也应该可以归属为电音带着轻摇滚 周深应该是目前最有潜力的内地男歌手 在参加完歌手当打之年之后 红了一塌糊涂和当年邓紫棋一样 有实力有发展潜力 还非常有综艺感 在各种音综节目和综艺节目中表现可圈可点 接下来看周深到底会有多少首歌曲上榜吧 B站6集UP主神级现场 颁唱洛天一神曲已破2000万播放 作为二次元的神曲之一 洛天一的达拉崩吧 已经被翻唱了很多版本 不同的版本给大家的感觉也都不同 而其中翻唱最成功的莫过于 B站6集年更奥主歌子王周深了 周深版本的达拉崩吧 相比其他歌手更加多变 在这首歌里周深一个人唱出了五种不同的声色 发挥专业声优级别的恐怖变声能力 而最近周深版本的达拉崩吧的播放量终于突破了2000万 这个数据甚至是原唱洛天一的两倍 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周深 一方面是因为他唱的是二次元神曲之一 同时他也是B站的大佬OP主 在他出名之前就翻唱过不少难度极大的神曲 特别是他九国语言版的冰雪奇缘主题曲 Let it go让人不得不佩服 他也是目前少有的年龄不算太大的实力唱将 年轻且有实力 口碑还这么好 所以在出名之后 周深也接到了很多游戏公司的邀请 唱了不少神仙级别的游戏主题曲 最近周深又爆出了与剑王三怀旧服合作的消息 周深将为其演唱主题曲江湖缘起 在这次的演绎中 周深延续着自己的高水准 在先行放出的片段中 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空灵般的歌声 如梦如幻 很适合剑王三怀旧服这古朴飘渺的江湖风格 让人好奇完整版 而且周深似乎对于剑王三有着独特情怀 根据剑王三制作人郭伟伟和周深自己的爆料 周深是剑王三最老的一批玩家 当时在朋友的邀请下玩了剑唇 不仅如此 给剑王三怀旧服唱主题 并不是周深第一次跟剑王三结缘 在怀旧服之前 周深还给以剑王三为背景的游戏云场羽衣唱过歌 除此之外 在剑王三的舞台剧《去云传》中 周深也为其演唱了歌曲面 在当时也是一片好评 算上这次给怀旧服唱主题曲 这已经是第三次结缘了 可见周深是真的很喜欢剑王三 有老玩家的感情在呀 有前面两次合作的成功经验 更是加深了对剑王三怀旧服主题曲的期待 不知道周深会给大家展现出一片怎样的江湖画卷 而且加上剑王三怀旧服不删荡测试的到来 这双喜临门之际 更是让人等不及了 继张一谋导演之后 周深诱惑称赞 周深清新歌唱了影片悬崖之上的同名的结尾曲 叙述了民族英雄一个家的激情和信念 对恋人的眷恋和舍不得 看了影片再听这歌 能够更强地感受到张一谋电影导演对周深的赞扬 表述了一类温婉缠绵翡测的觉得 如同对以往的英烈依赖相同 词也很好 很合乎英雄人物放弃的主题风格 很时尚很年轻但也很深 今日的岁月好安静是由于以往的压力 追而不但苍凉优美 还蕴含着空气朝气蓬勃 奋勇向前的悲痛 尽管讲的是放弃 但他的声音又给人无尽的期待 实际上不只是张颖楼和周深协作过的电影导演都是在炫耀 他们对周深都很赏期 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的电影导演张一白 给了周深最好事的点评 听弹幕的情况下 就在响谁的响声能唱出来这般漂亮和温婉 谢谢周深使我们听见这歌 这也是他们的初次协作 一个是电影导演 一个是歌星 彼此之间很有可能默有交接点 可是电影导演终究是最了解这一部著作的人 这部影片主要表现的含义是啥 音乐响主要表现的是啥 全是由电影导演分配的 张一白电影导演用唯美意境和温婉 来点评周深唱的这歌 周深了解到电影导演的含义 主要表现出去 并且张一白电影导演对他的钟爱并不抠门 在宣布音频发布后 张一白电影导演又发布微博说 那首非常值得亲近唱的歌 那首归属于周深的歌 可以让电影导演连设两次新浪微博的周深 由此可见是多么的高兴 张一谋和张一白电影导演 都很客观的在剖析 要想客观性 但或是经不住赞美周深 大约这就是周深的个人魅力吧 协作过的都经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